好,重复到第二局,下一局温斯被VGJ暴吹 关键是什么?关键是没控制 这个点咱们也是直接说过了 那这边VGJ的话 这次就比较直接了 温斯这局一看拉比克先点出来 对不对 至少保证控制是有的 先把控制补起来 有空才有输出 然后 comes who'sDAQ 这边随态も Has rem Who הם实战? Him WingsGaming 转为Bab 利用 Nove 维G的话拿的表直接小强加戴泽 那小强应该是个三 戴泽这手拿出来是干什么的 问斯一手拿大哥 他是有想法的 就问斯他这么拿 不是因为他玩的不好 他是有自己的想法 就是每个队伍有自己的擅长的规则 擅长的拿人体系 先拿大哥先拿辅助 都是自己商量的对不对 可能咱们觉得这个版本适合什么 先拿个三号位 再拿个辅助再一二手 显得比较稳定 对方无论拿什么英雄 船学好掉头是不是 但是因为斯一就喜欢那么拿 你得那么拿 为什么 他们的调整的英雄 不是因为靠大哥调整 他是调整的靠三号位调整 靠四号位调整 但是 对吧 有很多地方是不一样 这个戴泽拿出来 我也不懂 拿戴泽是为了防小狗吧 有很大的概率是为了防小狗的 防小狗已经被办了 那我真的没得 那我已经没得扯了 好吧 我已经不知道怎么解释了 就是大阵容呗 戴泽厉害呗 戴泽屌无敌 只能这么解释了 还怎么解释 没得解释了 就只能这么解释了 都没解释的呀 有啊 怎么没有解释 我刚不是说了吗 看看第二阶段 这边狼人 把狼人和火箱绊掉 那看起来这边 温斯想就依靠剑胜去打了 咱们看一下 大鱼小狗狼人的火箱 全是克剑胜的 把这几个绊掉之后 温斯这局就需要靠着剑胜打了 就想靠着剑胜打 而且戴泽这个点 是有点偏推进的意思 所以是把狼人扮掉 也是完全没有问题 另外一边扮了 猛马跟隐魔 其实温斯自己是 比较怕对面打隐魔的 猛马这时候扮的没关系 一定有坚持 受王剑胜 这是要推起来了 只能这么解释了 对吧 不管对面大哥谁 我现在拿个狼王 那不就是因为想直接推吗 小强加戴泽没控制 没有AOE 推的话也是可以推的 德鲁伊还在吗 德鲁伊还在 其实推进的英雄还有很多 推进的英雄当然还有很多 这局不多提了 还有很多 德鲁伊是可以拿的 这局非常可以拿 我感觉温斯很有可能会拿这个 先知啊 先知是王家这个主宰 对他推起来 德鲁伊那倒也是可以的 德鲁伊也可以的 双魈 不 还要是 没关系 incredibly 我们就 说 说 他没关系 诶 他 decay 他的 就是 这 对 挺 人马加小强加带子 那这样小强是个四了哟 小强打四这个版本不厉害啊 打四是个什么感觉啊 准备温斯第四手 这手得暴露这个 他应该是先点四号位的 大哥总是最后 就是核心总是最后有再点一个 这手点个什么 四号位里面带推进能力的 或者说是推进想法的有谁啊 尼团还可以 我想到屠夫了 我想到屠夫这个英雄 但是我没说 因为我觉得他们的推进体系 打屠夫不太好吧 他真打了个 真打了个屠夫 只能说有点用 问死屠夫就没赢过 是这个梗吧 他们就是什么 边打边推 打架打赢就有人推 他这个想法不是说 我就一定要推死你 这个意思 看到屠夫之后 VGG点个TB 这就是反推了啊 用TB的幻想去挡东西 然后有带泽加TB这个组合也很厉害啊 作为手扮掉了火猫 因为是VGG先选 问死这局控制又是不足 所以很怕对面拿的是什么火猫啊 蓝猫这样的英雄 那说到蓝猫这个VGG 这不拿蓝猫 这不拿蓝猫 是不是 问死屠夫这个 看看对面是谁吧 如果是个蓝猫的话 就拿个能队蓝猫的中单 如果这中单建成能队的话 就按建成去队 带到Tinker VGG的确有这个想法 Legion Commander 军团指挥官 哇好高啊 军团别博葬 加这个TB博葬 我的天哪 就是强高温斯正面了 一看到你拿这么多力量 怎么搞你啊 我也想到伐木机 我没说 伐木机继续伐木机 这句温斯控制就比上一句多一些了 首先是VGG的控制就没有那么多 那温斯也不少 兽王拉比克屠夫都有空 伐木机也算小空 阵容方面我看好温斯啊 我跟他说 我看好温斯 温斯这一局阵容比上一局好多了 小强这一局肯定打不过屠夫的 屠夫比小强厉害多了 同为四号位的话 但不过前期这一局很关键啊 这一局前期很关键 我有奶 这一局军团是为了打剑胜拿的中单 然后发现这个剑胜不是个中 伐木机才是那个中 那这一局你看这中国对线肯定是伐木机裂 啊不不伐木机 这个军团裂对吧 他也被秒发现 飞死别人那边非常机智 然后是优势路小强也比较怕剑胜 总的来说温斯这局还是有的打 他把这棵树给吃开了 然后查了这个眼位 哇这个眼位好刁钻啊 这怎么发现这个眼位 谁能发现这个眼位啊 这个眼位呢 看到的视野还蛮多的 看一下 他能看到高材树啊 奶起来奶起来 狮王走猎 狮王走猎的话 就注意一个点 就是尽量快速去打野 这就是尽量快速去打野 看两边的一个对线 中路伐木机打军团的话 肯定伐木机优势 军团不用想了 作为力量型近战 怎么能打出优势呢 那下路的话是剑胜啊 直接就把人轰走了 剑胜已经把这个人马 红组人马去打野了 剑胜无解肥 杀毒的剑胜 咱们还是可以信任一下的 杀毒剑胜还是比较强势的啊 这边狮王 狮王打野被骚扰 但是屠夫我来帮一下 这个目标不是说要杀兽王 就是把兽王打跑 让兽王不舒服 骚扰府王也是这样 咱们骚扰府王打野 不是说因为要杀他 而是让他打野打得不舒服就好了 最好一比一再打第三局 这么凶 飞斧一学 这个飞斧太关键了 还好小强救了一下 带泽残血没有死 小猪粘了一下 但F1要先倒了 F1好气啊 本来是我救你 怎么最后我死了 被屠夫拿到一学 不是被屠夫 对屠夫拿到一学 咱们中的对屠夫啊 还是比较偏 偏向于去那个 补肉的啊 国外屠夫能够偏向于出这种 仪态这样子 军团中路在对线伐木机的情况下 是完全没劣势 可以啊 可以啊 完全没劣势 顶多是个护肥对吧 不过这个兽王你是压不住了 屠夫这边的话 还是只有一几 屠夫得找个地方 混在这等级啊 他来到了一个下路 这下路是一个 没有人来的地方 人马又不在 屠夫在这蹲谁呢 打军团这种厉害型雄 就主地啊 这个强攻是可以解这个 伐木机那个地的 军团这个强攻是硬 强驱散 刀塔里面 强驱散的技能不多的 这个无光之盾 强攻 还有一个是 神运者的大招 都强驱散 所以这种军团的技能 这种强驱散特别的值钱啊 找到了一个ROTK 拉比克先举 别招极举 不要招极举就行了 他想走的时候再举 这次漂亮 两个辅助一波开悟 小鱼的C 也是强驱散 对对对 自己驱自己 全能强驱散摩免不是强驱散 他只是驱散 军团开始了 啊不军团 那个TB开始了 他只有TB想的 他这个军团拿的呢 首先是因为 对面有个剑胜 想拿这个军团去碰剑胜 第二想的是 想去 怕对面拿 怕对面拿个军团 搞得这个TB不舒服 人马上线了 健身这边快6了 刚才把杀人马很关键 屠夫虽然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补到 但是等级其实不低的 三级 而且他又拿了一二血吧 是一二血吧 对 钱特别多 这一波屠夫 屠夫一波开悟 绕中 军团先去打野了 军团这个时候打野很聪明 他知道这个时候上线很危险 打野是最好的选择 军团插了个真眼 再来插个假眼 这个军线好坏 大家看看这个Shadow的空的军线 它是不前不后的位置 那个人马呢 他去打野吧 又担心这个线来 他不打野吧 这个线又不过来 他怕的 这就特别特别难受 这个这个位置 有勾的位置 但是不太好勾 但是不太好勾 哈哈哈哈 哎呀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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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小心臟哟 这个勾 大喊到了 他能把天生勾过来 这场没斩完就被勾过来了 你要么先勾 再斩 要么先斩 斩完了再勾也行 你这哎哟 把这个斩着斩着剑胜给勾过来了 是可以这样做到的啊 是做是做得到这样的 我的时候是这样啊 想怎么说来的 对方的剑胜 斩我方的屠夫 屠夫直接交勾 是有机会 直接把剑胜这个斩给斩下来的 就是勾下来的 斩一半 斩一半不斩了 因为被勾了 这场斩的时候 对 刚刚那一幕是 这场斩的时候被屠夫勾了 而屠夫的勾把这场斩给打断了 啊 就是这么个结果 太蛋疼了 这波本来是有机会杀人的 很大的概率杀人 先勾也行 咱们就不回放了 因为回放会产生关掉bug 比较麻烦 大家想看可以 晚上看我放在优酷的录像 这波tb很关键啊 tb推完上来推下了 霸气的tb 也是有个梗的 我这应该是ti6当时老干爹的发气当时拿了tb对吧 信用 全打的并不太好 想勾 就勾这个位置 可以 勾到手上彈壳 那一级壳只能拼了 军队有强攻 救一下 救一下 大家戴责 但是后王这个吼 把 神挖那个吼 吼的是tb 吼的是这个谁 军团把这个 小强给 往下顶了一下 戴泽没有给到脖葬 中主强拆了 这边一张TP想 不想让这个塔被震补掉 漂亮这个F1 可以啊 先生的话有斩 但是不敢进去 看到了 看到了戴泽 有相位啊 跑得比较快 两边这边 这个塔散步还是很关键的 不过这局有一个点就是视野方面 这局这个 Face边的兽王这个视野 比较好去做 小强这边 混个6可以单杀他吧 混个6也就会单杀的 拉比克也6了 小强还没有到6 好着急 好着急 哎呦没有队友来啊 好像看到了 刚小强的位置好像被看到了 拉比克也走了 大家看一下天归的视野 一个人都不见 只看到一个人马在线上 这好虚啊 小鸟就看到了TP的幻象 看到的人太少了 人马的跳刀还差三四百 速度非常快啊 速度非常快 因为他们家这局小强做不了跳的 军团跳刀肯定也不着急的 中单军团不要着急出跳的 你这个 因为作为一个中单 你考虑的不光是节奏 你还要考虑到自己的发育问题 所以 裸跳的中单军团是很废的 而人马就不用 对吧 人马就可以直接裸跳 两个中队只有一个能够出现啊 或者叫进击 手心手背都是肉呀 屠夫到现在为止的作用并不大 而且还勾了个队友 比较尴尬 塔姆基的位置 诶 被发现了 小强通过这种视野的一个 位置啊 也是看到了这边 温斯大体动向 保护了队友大前 中塔的话是温斯一定不能放的 我给大家说一下 TB他能拿下呢 他能拿下 但中塔一定不能放 偷了个戳 诶 拉比克偷戳很厉害的 你拉比克偷的这个 来人戳呀 小强戳啊 都是无踩手的 瞬间就出来了 很难 戳攻啊 诶 屠夫中路 军团这边有跳到 诶 人马有跳到了 诶 勾到了一个 TB TB直接被秒了 根本没有反应过来 棒子一立 正面强干 这个棒子点不掉 军团不敢决斗吧 还真的感决斗 这个棒子在这立的大功啊 完了 那这一波VG崩了 强高的棒子去 哇 让位置接勾 这波温死无敌 这个当着棒子去决斗 这也有点 真的有点斗啊 神王吼住 被弹了一下 关系不大 小强这边没有技能的话 就死定了 哇 这个配合 关键是什么 关键是TB被秒了 TB被秒了 勾过来 TB没有人能救 人马跳过来 已经晚了 伐木器输出不长道理 这个配合太娴熟了 他不光是一个人强吧 更多的是什么 更多的是整体的配合默契 我们经营方便 两千 经营方便 三千 不多 非常的 只能说是正常 因为他杀了这么多人 应该有的一个经纪 但是 TB的话肯定会越来越难死的 天后的AOE 其实就靠伐木机 TB后面只要处理好伐木机的点 就好打了 Dyer's Top Tower is under attack Dyer's Top Tower is under attack Radeon's Bottom Tower is under attack 上路这边想推 但刚刚团灭了 VGJ的这个温死 怎么可能 这么直接就放掉这个塔呢 选择一波防守 图佛在路上 兽王在上路带线 兽王带线带的很快 见证其实可以停前踢了 就像有跳到吗 没有 二兵没找到了 二兵在路上没找到了 直接决斗 但是上路这个兽王 已经把塔拆掉了 应该是 这样是二塔换来二塔 上路没拆掉吗 好像是没拆掉 拆的一半推不了了 双散散速度这么慢 哎呀就差一点血 400血 这波温死很亏很亏啊 TB这个点正面 只要不被秒还是很厉害的 咱们看到了 温死中路这一波守得很坚决 在边路就守得没有那么坚决了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哎看到了看到了 直接吼他 吼住 接技能 先勾再接 主攻 哇 伤害很 很足 啊 F 路过被秒了 放哪来着 还是TB啊 这局TB会越来越肥 有这个戴责的保护 后面越来越难死 这局问死的最大点就是这个TB 其他人都是假的 而对于 对于这个燕来说啊 只要把这个伐木机这个点处理好 哎 拉比克带着剑圣和宝宝 直接来找这个军 好像杀不了吧 他换血了 完了 剑圣这边 哎 意思有意思了 这一波TB不仅没死 还回头换了个血 这样剑圣跑了 二兵被留住 拉比克偷了个小小的大招跑了 哎 这有点意思啊 不过这一波 这一波本来想的是抓一个人 就是拉比克举完 剑圣直接给斩 斩或者转 然后人马怪再踩一脚 这样双重控制 把那个人秒了 没想到没搞掉 这边有魔棒 有魔棒 这边想搞 俯工 破隐 魔棒 把人往前举 不行不行 不行 是因为这边戴瑟在后面坐着 不给你机会 人马这边想跳踩 有了 跳刀 好像跳刀不需要 哎 勾到了人马 RTK这边还想收人头呢 另外 好像少一个人 怎么少一个伐木机的感觉 好像是少伐木机吧 没有伐木机 输出差了一大几的 TB这边起来 把谁勾过来 把坚圣勾上去了 什么 现在他的大输出 他把坚圣勾回来了 这次下不来了 怎么办 这次好着急 把拉比克跟军团拉在一起啊 剑圣只得TP走掉 拉比克有X吗 2秒 1秒 X 哎 哎哟 大家觉得这个能杀吗 还有1秒CD 不到了 1秒CD不到了 应该是能X杀掉吧 TB也没有魔棒 也没有分身 也没有 没有什么都没有 屠夫把这个剑圣给勾回去了 剑圣在高台上OB了好一段时间 就这样为此还打赢了 应该是杀了 应该是杀了 2秒 1秒 走 另外一边勾FI 想勾S骗D 拉比克要反杀 这么过分 没有杀掉这个人马 被灰子收掉 另外一边屠夫的话是 不仅没杀掉这个小强 还被小强反杀了 不是 这个我得看一下 刚刚不是屠夫追小强吗 怎么追追着 小强反而把屠夫给杀了 FI好秀 拉比克换TB当然不亏了 不过总的来说 这个屠夫搞事情 屠夫把剑圣给勾到高台OB上去了 剑圣已经被 屠夫坑了两回了 被坑得好惨 伐木机还是也没来 他这一波就没来吧 如果没记错的话 经济方便连续两波 温斯打团比较亏 现在经济被搬了回来 两边经济误开 直接憋一杖了 跳刀 挑战A仗 发不及 这一波他没来 但是自己直接做出了血精石 大家觉得哪个更值得呢 今生这一局比较穷 因为打船一直没转过 打架他就没收割过 能不穷吗 他想收割的时候 总被一个人给拉回去了 那个人竟然是他 那个人竟然还是他的队友 你敢信 就这么简单 军团高台看到低波的剑圣了 剑圣这不搞他 这不搞剑圣 没敢搞 走了 一波到后 找TB 找到了 直接吼 带泽快点给搏葬 带泽 反应慢了 TB被秒掉 分队也倒下了 佛葬TP 诶诶 哦 没空了 为了杀一个TB 把所有的空都交了 不过杀TB已经很赚了 带泽死不死都是小事 对吧 守望这边 守望三级死灵书 伐木机雪精石 收割了一波大哥 剑圣的话 在座分身 图夫的话 准备做退退 已经快有了 这波TB没活 肉伤的话 应该是消了 肉伤打完了 这边来晚了 已经打完了 VGJ 剑在玄长不得不发 拉比克 秒举人马 进来找兽王 找剑圣 剑圣这边 剑圣这边是没盾的 盾在这个谁 图夫把剑圣勾了过来 但小强接了个勾 伐木机是有盾的 伐木机 叔叔好像没打起来 伐木机 好像好像真的没打起来 这波 图夫把人 应该是在左边 死在左边的 应该是在左边活 原来是用为原地 哎呦 这一波盾给了伐木机 然而伐木机却一点用都没有做到 各种勾剑圣 剑圣但是还是死了 尴尬 尴尬 发木机就下来 复活的比较快 一套 军团解一下 这样不仅是 哎 不仅是没杀掉任何的人 伐木机还倒了 哎呦 呼噜哇就爷爷了 呼噜哇就爷爷了 呼噜哇就那个大爷爷 啊 又来了一个爷爷 这个直接被A死了 完了 呼噜哇就爷爷了 从柔山开始一路崩到这里 军团那个强弓解的好啊 当然解的好了 解的真的是棒啊 这个盾为什么是给的伐木机 不是给剑圣呢 我也很想知道 这个盾讲道理 发木机有血精 当然给剑圣好一点 剑圣长到了场上身上 但是没有反应了 长到一半 没杀掉人 这边直接踢跑了 哎呦 这不就是一个字 啊 雪崩 温斯的节奏 直接在中期又全乱了 RVGR打得非常凶 TB也就越来越肉了 怎么可能是真身啊 一个真身站在这里让你勾 杀得好气啊 特别的气 升起的气 升起的气 土里面想藏水雷勾吗 不敢勾啊 少人的 这样下路把人逼过来之后 看看上路有没有机会 这边VGR中路看到人了 小鸟看到了人马 人马上 人马上踩被真正赚躲了 守望一个反大 杀不掉人 这样 TB很凶正面 一堆换场挡着TB的真身 突费勾不了人 好气 这波上高可能不着急 但是 但是这么直接吗 上高了 没有这个 啊 飞幅还是厉害 RMG继续给AOE 这波就不要上了吧 这个上 在这里是肯定给屠夫机会的 哎呦 这一堆怪太多了 小鸟虽然看了TB 但是有什么办法吗 没有 过来清幻相 收了60块钱 3个21 推推滑枪钩 失败 经济到这里 就出现一个大幅的下滑了 中期 处理不了了 处理不了了 这TB的输出已经越来越高 而且高得有点爆炸 这局霸气的TB 怎么刷钱那么快 而且还有一个点就是 有带子的帮忙 这个TB一定是很难死的 这样想处理TB 要重重关 有重重的关卡 在挡着 挡着这个温斯 昨天那么 那么蹦都翻盘了 这局不一样啊 这局TB太肥了 主要是 一会儿火雷一坐 就厉害的不行了 天生的输出不够高 非常的不够高 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了这个 到这里我就想到了那个 BP的时候 VGJ在后几手办的全是那种AOE的英雄 看看谁啊 猛马 对吧 TK自己抢了军团 全是带AOE的英雄 有的 车车车车车 控制给到了 没拦了 决斗 没决斗到 拉比克刚刚位置 是想瞄矩这个军团的 温斯这局 烈啊 是烈 但不是说是打不过 打一定打不了 还是有得打的 现在其实只是因为 TB处理不了而已 好吧 但是想处理TB也没那么简单 就这一件事 处理得了TB就处理得了一切 温斯打人团都是因为TB被秒了 温斯输入团都是因为TB疯狂输出 是王者没有死灵树 3D死灵树的 小强比较怕 特别怕是王者死灵树突然一招 就不对了 这边他已经放得很干净了 下路他在偷 过来摸一下 直接开分身跑 温斯又开始了 和昨天一样的一个套路 就是通过屠夫 死守高地套路 下路伐木机跟着 被跟着 人也跟过来了 看到跳跳跳 直接断他一手 完了跳跳跳 这个位置是一定活不了了 拉比克想举救一下 举救一下 举救一下 剑车棒子也来了 人马踩进来 但棒子毁了很多的血 毁了三分之一的血 先生斩进去 斩进去了 伤害不够 活葬先给 活葬又给了之后 反而自己危险 小强再戳 哎 跳跳到这个位置 他被小强抽 抽血抽得好 抽蓝抽得好疼啊 发木机怎么这么疼啊 六八十二点 八十二点之力 小强一下抽 四点五倍 四八三十二 三百多点的蓝和血 是有点疼啊 勾个夹的过来 现在温斯正面团战是 不好 非常不好集 他们只能是 在高地下面打呀 凤凰A张大能重置 TB变身吗 可以啊 怎么不可以啊 能重置一切技能的 凤凰大 为什么不能重置 TB变身呢 当然可以了 现在是双方的 三十分钟阶段 到这个阶段 就是空入山的阶段了 两个在楼山处 又得较量一番了 轻线 给线的压力 然后就会打入山 小强过来找找人 说不定就能找到呢 拉比赫露头了 救他 拉比赫有跳刀 小强跟上去 只要断他了 得断他了 拉比赫准备跳了 不断就跳了呀 肯定是这样的呀 还在找 就是找不到 小强还在找 说咱们来撞个大运 军团好厉害啊 跳刀BKB B张 输出很高 这个军团啊 单切剑身是没有问题的 在旁边没有人情况下 路山好了 两边在路山处 得来一波决战了 问斯这波路山 放了基本上就也是输了 而VGG的话 肯定要主动打一下 现在得清理好 这局 问斯在现在的方面处理 还挺不错的 拉比赫一直在牵扯 牵扯来牵扯去啊 F还好气啊 我来下的时候拉比克就不在 我也走拉比克就出来了 他是隐身走的 好气啊 路山好了 直接打 有军团加TB 小强站的是一个破误位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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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关键 带则给了编织夹甲 破误位 破误了 开起来死灵书 说王进了 哎 人马进来 没有放到任何的技能 军团决斗 没有给到人 被神王大刀断了一波 突然的勾 勾空了 接着斩进去 斩到了所有的人身上 伤害很低 军团直接决斗 杀斗在后面被秒了 而正面 二兵咬到了图 哎呀 咬到了这个TB TB就是没死 还会都换了个血 脖藏虽然来得晚了一步 但是完全没有问题 这个问死的这一波 他没有开着死灵书过来 他二十破了物 再开死灵书 已经完了 万万没有想到 VGG打得那么的 直接那么的快 而且 而且FY这个破误 找得非常的好 图符咬住了TB 但TB没有人打 叔叔打他呀 没有叔叔打TB 走过来打一下 那边偷了人马踩 进来就要吃空蓝 VGG先破一路 然后再打牛山 两边技能多不多 情况下 还是VGG厉害 吓到这局 太难受了 难受到一B 是吧 我再想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敌法师 一定要出狂战 比特英雄那种 出狂战已经不出狂战了 开始出雷锤 什么的 那为什么敌法师 一定要出狂战呢 刷说 狂战斧的价格也比雷锤贵 我会下 我会看足球吗 不会看 我不看足球的 我想脱盾 被VGG发现了 进来直接踩 精神给了转 军船这边准备着 救兜的位置了 又是FYF边 FYF边直接被秒 救不了 这位置救不了 又是安直接打了 二边的位置想勾吗 我才敢勾吧 这位置勾不到 勾不到就崩了 勾 把这个谁勾出来 把这个TB勾出来 直接接斩 但是伯藏给到了 TB又是换血 哎呦 这个FYF一直跟着这个霸气 从来就没有给这个 任何杀手的机会啊 雷锤是法球 敌法师已经改了 敌法师那个 敌法师那个一技能已经不是法球了 是吧 如果没去的话应该改了 像剑圣已经不出狂炸了 都开始做雷锤了 那为什么 他人那句话 这个TB你处理不了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 你处理不了 尼玛塞被拉比克躲了一下 但FYF边这个位置又被秒了 这是军团军斗死了 这个兽王 兽王被杀掉之后 活了刚出来 又被军团军斗又杀了 我觉得敌法雷锤会比敌法狂战好一点 我是这么想的 后面可以试一试 后面可以试一试 伐木机过来一套 拼了 先下来一个戴泽 把戴泽秒了可以 秒戴泽就有机会打 这一波温斯的机会来了 维基J的位置很差 戴泽刚TP 买活TP过来已经晚了吧 但是这个TB的输出好高 TP有盾的 我记得 屠夫没有勾到人 他要把军团勾上来 TB没有盾 盾在谁身上 不管盾不盾的 军团又来了 哎呦这军团太暴力了 还有TP的物理输出 又过来换血 ROTK 无人能挡 这波温斯买活要打 好凶 戴泽终于来了 戴泽终于来了 救下人马 救下人马 博藏给到了 TP就近战也在切人 好凶 好凶啊 这个TP好厉害 健身斩进去了 哎哎哎哎 完了 害队友 知道什么叫害队友 就是自己死就算了 还要把队友拉进去 外队抢了盾 这波TP把人马卖了 把人马害了 当然关系不大 长道理 因为这一波已经两路了 同时天辉买了一万个人 看来都是谁买了 买了伐姆基跟拉比克 这个 两路其实很 真的很难去处理了 伐姆基的位置 他用命可以去换 但是他的输出 也就那么一些 只要戴泽不死 咱们看到 刚刚戴泽是因为被杀了 所以这边 威胁G这么难打 戴泽 如果后面 他的位置躺得比较深 或者说找不到他的话 讲道理 威胁G还是迎面很大的 小条片大 探测机探了一下 如果探测机探到有红 直接开死灵疏猴 戴泽TB好强 这TB刚刚是什么 没有大招 没有变身 直接就是普攻强砍 拿腐王不错 腐王没位置了 剑圣兽王 带来个腐王 那谁打合 只有一个剑圣核心 不够的 你把那个龙心好厉害 A帐加龙心 然后后面再做刷新球 来了第三路 这路怎么挡还是个问题 带泽走位要注意啊 这局带泽只要不死 其实VGG很难说啊 你马上来卖一下 有龙心的人马就在这卖的 军团找位置决斗 刃甲决斗 这个TB 输出好高 再加了自己这个位置 直接把健身秒了 健身买活 健身又大 这波二兵也被打死 人马这边开打走一波 踩住两个 TB的输出 哎呦 拉比克这边偷的技能不管用啊 左葬给到了ROTK 健身斩了回来 找到了FREZ FREZ开出刃甲 但是今天被一个D收掉 这波温斯拼了 但是拼不过 因为这个TB的输出根本挡不住 它就是个怪物 GG 恭喜VGG 是战胜了温斯 获得了 最后一个晋级的名额 这样温斯也是被淘汰了 也是最后一支被淘汰的 八强队伍 这样VGG将会代表咱们中国战队 在明天面对强大的OG 而另外一个队伍是TNC打Liquid 希望这个VGR能够在明天走得更远 希望这个VGR能够在明天走得更远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